武汉第二批的包机10号返抵国门 但过程是一波三折 搭乘华航班机的一名女乘客 上了飞机之后 因为测了体温37.1度 不符合大陆体温检测37度的标准 因此当场就被请下了飞机 一家三口继续滞留在湖北 没想到事后检查呢 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 隔了一天 孕妇先生隔海发生 她说滞留期间就已经有怀孕的症状 但没办法去医院检查 去机场途中一路测量体温 太太的温度都正常 登机之后因为穿了隔离衣 体温些微上升 复检就没过 现在只希望政府 可以赶紧促成第三次的包机 接他们回家 拿着随身行李往舱门走 男子走下飞机留下落寞身影 一家三口无缘搭乘滑航包机返回台湾 因为问题出在体温偏高 当时舱门都关了 一名女乘客发现体温37.1度 下机座复检仍没通过 而她的先生和小孩一同下了飞机 事后检查却发现是怀孕了 据了解她也已经怀孕近三个月 一路的温度量测 大概都是接在36到37度之间 坐得很久 所以大概体温都会有点上升 那重测的情况 好像还是在37点多 我老婆滞留这段时间 已经有怀孕的症状了 只是因为没办法去验检查 孕妇丈夫无奈回顾当晚重景 再加上两岸对体温检测标准不同 大陆37度台湾37.5度 孕妇的37.1度 让一家三口回台猛碎 就算是妇产科的这个名医在上面 她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她怀孕 在怀孕的状况下 因为黄体树的关系 可能体温会有高到 0.3度 0.4度这样的状况 只是现在剧留在湖北的台湾人 还有一千多人 当然也包含不少孕妇 我怀孕两个多月 但目前我还没有做产检呢 现在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也没办法买一些孕妇所需要的营养品 怀孕的妈妈好想回家 尤其疫情当前 不敢在当地做产检 她们也希望尽速有第三次包机 接她们回家 记者组合报道 感谢观看